当初是谁不辞而别 远赴西州 又是谁将本王亲手赠予的御笛 差人送回 害得我夜不能寐 赌物思人 这可叫人情何以堪呢 这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王爷还耿耿于怀 真的是好矫情啊 你说谁呢 再说一遍 我今日来啊 可是有大事要说 什么大事啊 这个肩膀怎么又 你又来了 再过几日啊 兰昭公主来访 这不正是香草堂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吗 这兰昭公主来 跟香草堂有什么关系啊 此次兰昭公主前来 可并不只是来做客的 他呀 是为了打开大宁与兰昭之间的通商之路 尤其是香料 瓷器 织造 茶叶 这四个品项 都是兰昭最为稀缺的 届时将举行竞标大会 由入了宫市的商户们 提供稀奇货品的供选 这难道不是香草堂的好机会吗 这么说来 还真是个好机会 所以啊 你要怎么谢我 多谢 我才不用这个 那你想什么呀 本姑娘送你个亲手做的香囊如何 香囊我有好多呢 谁稀罕 你别得寸进尺啊 本姑娘亲手做的香囊 可是很难拿的 行了行了 香囊也算一个 不过 还要再加一个 这个 我什么呢 都没看见 那 网王就先告辞了 这个你拿着 不许弄丢了啊 你给我笛子干吗 让你赌物私人啊 还不送送本王